我們繼續來看美國又在秀肌肉了 這真的是一個史上非常罕見的狀態 你們知道嗎 這一次美國有兩群航空母艦艦隊 同時出現在菲律賓海這個地方 出現之後呢 雙方的飛機還互相起降 很明白 應該是對中國來嗆聲了吧 這一次美國在菲律賓海 集中了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那的確在現在來講 你美國要能夠動用到 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放在一起拍照片 真的是不容易 不容易 因為啊 為什麼 因為美國整個航空母艦軍力的這個變化 從過去打第一次波灣戰爭的時候 16艘 到打第二次波灣戰爭的時候 12艘 現在美國海軍整個現役的航空母艦 只剩下10艘了 這10艘裡面 其實它又不是10艘 通通都可以跑出來 你扣掉一艘一定要換核燃料的 因為你知道 那個美國航空母艦不都是核動力的嗎 核動力大概用了20幾年之後 他要把他的核燃料拿出來 換新的上去 然後這個時候大概一艘航空母艦 會盪到那邊5年不能動 然後因為他整個船身要切開 就換那個反應器 然後另外大概中間 太平洋的5艘 大西洋的4艘裡面 大概又會有一艘 大概兩邊會各有一艘 平常一定會保持在一個大修的狀態 所以就是說 真正的你看這樣的話 能夠出來跑的航空母艦 大概只有7到8艘 已經很少 用兩個合在一起 印第是什麼 當然這一次我們知道 他為什麼會在6月18號 在菲律賓海會合 因為6月17號發生了一件事情 叫做馬拉巴演習結束 馬拉巴演習就是美國 日本跟印度 進行的馬拉巴演習結束的時候 那個時候17號史坦尼斯號 剛跟他們結束完演習之後 隔天他剛好就跟雷根號進行會合 因為雷根號這一次 在今年的年初 花了非常長的時間進行一個稅修 稅修完成以後出來 好 那既然這個史坦尼斯號 他之所以來到西太平洋的目的 就是要擔任雷根號在稅修的時候 這個地區的一個機動打擊物理 有點交接的感覺 對 所以既然你已經好了 你已經可以出來那個爬爬罩 那我就跟你來做一個 類似像防務交接 而且美國人其實還滿重視 這樣的那種防務交接 或是航空母艦在海上 能夠碰到的時候 系個練習得好機會不是嗎 當然 第一就是說 就是說他們能夠擺在一起 因為你看 這樣兩個航空母艦擺一擺 然後影片拍一拍 照片拍一拍 是不是會讓你覺得美國很強 就覺得他們好驕傲 對 其實世界上真的 能這樣驕傲的國家 爭地也不多 我相信未來大陸 他們現在自製兩艘航空母艦 加上遼寧號 等到有一天 他們如果剛好 比如說他們三艘航空母艦 有一艘要進去稅修 有一艘要剛完成出來 有一艘要維持能動的狀況 他們也一定會很高興的 把三艘航空母艦拿出來 一起拍個照 有樣學樣 對 倒不是有樣學樣 這真的是一個國力的展現 你說美國這樣 是一個國力的展現 大陸他當然也要展現他的國力 好 他們這次在菲律賓海 菲律賓海這個會合之後 其實說真的 他們因為菲律賓海的範圍還滿大 你從台灣的整個 台灣的東部海面 其實台灣的東邊海面 不叫太平洋 叫菲律賓海 菲律賓海 然後過去一直到哪裡 到第二島鏈 也就是馬里亞納 一直到關島 到斐濟等等 然後連到菲律賓 這一大片的水域叫做菲律賓海 這一次在這邊 當然中國大陸就會有一些媒體 馬上就開始說 這個是用來威嚇中國的 當然美國你也會發現 它也很妙 當中國大陸一些部分的媒體說 這個是在威嚇中國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其實也就嘿嘿嘿 對不對 笑而不打 為什麼笑而不打 對 因為也許他原因 我剛剛講到 你現在這個整個地球上 只有七艘能動的航空母艦 到處亂跑的情況下 當然是有任務的亂跑 但是居然能夠在地球的 某一個角落 兩條船會合在一起 然後你想 你這樣一個概念 地球那麼大 海洋那麼大 只有七艘這樣跟我相同的船 在世界上各地跑 居然可以在海上碰到 那你說是不是一個大事 當然是個大事 這樣的拍照以後 當然其實對美國海軍來講 也是一個美國海軍軍力的一個象徵 因為你看除了航空母艦之外 航空母艦的巡護支隊 包括神盾巡洋艦 驅逐艦等等 後面拉了一大堆船 然後兩艘船各拍一些飛機 在空中對不對 進行一個聯合的一個編隊 這樣拍出來的照片 對美國海軍來講是一個 很有一個正面宣傳的這個效果